原來寫法是這樣 一樣是一定要把這個範圍當成來源 然後你的目的是要放在V欄 所以特別注意 你要放的一定是放前面 你要來源的一定是放後面 所以這個東西一個一個是Sales IJ 一直到全部跑完 放在V欄的這個位置 所以它的關係一定是怎麼樣 一定是我這個地方一定是放過來一個 那Sales IJ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第四個 那它的關係一定是 因為我有藍回圈 有列回圈 這個是藍 所以它一定是先跑一個一個 那一定是一個追一個追 就是追有沒有 追一個 等於一個 跑完再跑下一列 那下一列的話呢 就是它的倍數嘛 有沒有 也就是說 第一個 第一次跑的時候 不需要加二十的倍數 再跑這邊的話呢 就要加這個二十的一倍 那它的關係剛好跟 I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 I必須減一嘛 那跟剛剛好像蠻類似的 有沒有 所以我的寫法是這樣 就是第一個先把那個來源寫出來 來源部分的話呢 一定是 4i等於一到八 4j等於一到二十 那後面 因為我講過了 你要來源的寫後面 寫到哪邊的寫在前面 那一定是Sales 哪一個儲存格對不對 哪一個一定是在V欄 所以這邊的話 我要輸出的位置是在V欄這個位置 那怎麼樣可以剛剛好那個 位置是正確的 那前面一定是追 為什麼 因為追的話一定是一到二十 所以它一定是先抓一到二十 第一次一定不用加它的倍數 可是再往下的話 就要再加一倍 那跟什麼有關係呢 跟I有關係 I的幾倍對不對 所以I減掉一 為什麼要減掉一 因為第一次不用加上二十的倍數 所以第二個就是一倍 那兩倍 一磁了一推 所以這樣子全部跑完之後的話 剛剛好 就可以直接怎麼樣 幫我全部串完了 那也就是說 這個跟前面其實觀念上是一樣的 只是輸出 所以我全部把它串完之後 按下去 這個地方再加一個按鈕 按下去 它就自動怎麼樣 一個一個啦 不過我建議 如果你們功力還不是那麼夠的話 我建議你還是加一個中斷點吧 為什麼 因為像我這邊全部跑完 二學同學跑完 錯了也不知道錯哪裡 所以你錯了怎麼辦 我建議啦 因為你功力還不是在那裡的同學 請務必加個中斷點 為什麼 加個中斷點呢 你也比較好除錯 你也比較知道說 跑到這邊停下來之後的話 再配合那個F8 為什麼要F8呢 因為你可以自己慢慢去看一下 裡面它是第一個第一個 E1 就是第一列的第一欄 那實際上指的就是A1 對不對 放在哪裡呢 V欄的什麼位置 那如果你這個位置不知道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這個公式的結果是多少 你不知道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再配合一個 我習慣是這樣 配合那個檢視裡面 有一個叫即時運算式窗 即時運算式窗 我通常是記Ctrl-G 因為用久了都會記Ctrl-G 然後把這個公式先複製一下 因為我想知道 現在這裡面的值是多少 那你可以知道 問號一下 問號表示Print 列印剛剛Ctrl-V 這個公式裡面的值 按Enter 它是1 OK 它就把現在這個公式的結果先放在 也就是第一列的V嘛 你就再往下跑 比如說你再跑一次 那再按Enter 裡面變2了 有沒有一直在一推 當然一直往下跑 如果有問題的地方 你就再來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那你可以幫它繼續跑 現在沒問題 那就把中段點拿掉好了 釋放它 讓它全部直接跑 它就一直跑 如果結果沒問題的話 那恭喜你 就表示正確了 那實際上 跟剛剛沒有差太多 最重要在這裡 但是我本來不是這樣寫的 我本來是寫成怎麼樣 我第二個寫法 我原來寫法是這樣 比較直覺 我原來寫法是用K 會多一個變數 用K來表示 原來的寫法是這樣 這個地方 我會多一個那個變數 叫做K好了 K的變數 那這個變數的話 我原來思考是這樣 K預設值等於1 那也就是說 我如果不用這樣的方式來寫的話 我另外還有一個方式是 不過會多寫幾行 但是另外第二種寫法就是 把這個K有沒有 把它直接怎麼樣 放在這裡就好了 好OK 那它一進來 一定是放在哪裡 放在K裡面 那我後面呢 下一個 你看下一個還不是1 那是不是永遠都疊在1 所以會有錯怎麼辦 沒關係 K等於 K加1 欸 有沒有 這個是第二種寫法 多了兩行 但是感覺應該會簡單一點點 為什麼這樣寫 因為我不管 反正我初始始 你就幫我放在V欄的第一個 然後之後的話呢 一直往下放 反正你就一直加1加1加1 不然都 像剛剛那個公式 我看有些同學 可能看到頭昏 頭就昏了 對不對 他想 追 追是什麼 I是什麼 對不對 那這個的邏輯比較簡單 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剛開始放第一列 對 那之後的話呢 就幫我往下放 我管它在哪一個列 反正你就一直往下就對了 這樣好像感覺邏輯簡單一點點 那跑出來結果會不會是一樣 其實我也沒把握 沒關係 就直接等下 中段點一下 我要一樣把這個先清掉 執行一下 這時候K等於1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它應該會往下 照就出來 那K再把它加1 所以這個時候K等於多少 K等於2 就往下 所以下一個放在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那不就OK嗎 那往下再跑 那全部跑完 我想應該是OK的 因為我剛剛跑過沒有問題 它反正從頭串到尾 那這個邏輯似乎簡單一點點 簡單一點點 那也就是說 這個看起來是比較簡短 可是有個問題 就是理解上不容易 那這個是理解上比較容易 可是 程式會多兩行 一行兩行 不過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大礙吧 這個是初始值 這個是累加值 那是不是同理可證 這個 假如各位有時間的話 可以把它改成串成兩欄 V 造前孫禮周 好 那它這個 動不動腦吧 可是我發現最後好像都有在動腦 那當然都辦得到啦 只是說 要怎麼樣去想出結果來 那這種其實是 有趣的啦 如果你不嫌麻煩 不過我覺得這個對於 土法煉綱比較起來 我覺得還是這個 我寧可花時間在這個上面 因為如果你剛好有需要資料 把這個資料搬到另外一邊 但是放的方式跟原來不同 那你就有必要用這種方式 管它是一欄 管它是兩欄 管它是三欄 反正那個來源通通噴噴噴 OK 所以可以想想看 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改 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去改 不過好像似乎這個來改 好像越改越複雜 因為它寫好多好多 反正這個好像簡單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怎麼樣 K等於E 對不對 反正他們永遠都是放在同一列 那藍的話呢 一個是放V藍 一個是放K藍 再往下放 往下放 感覺用這個邏輯好像簡單一點 那我原來第一次是寫這種邏輯 那後來可能因為要追求那個程式的最佳話 所以就把它寫成這樣 可是後來想想 好像這個對各位來理解 好像又有點困難 所以兩種都給各位參考 那你說哪一種會是比較好的 反正將來你寫得出來都最好 寫不出來什麼都不好的 那這個就是 好 這裡的話提供給各位參考 這個會多一個K值 K的變數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那如果當然做完的同學 也可以想想看 反正以後呢 反正它要放幾藍幾列 也許你就再改一下吧 改成兩藍 改成三藍 改成四藍也OK 或者是本來它有八藍 那你要把它改成四藍 放在下面 那有沒有辦法 當然有啊 其實也是一樣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案 基本上還是回圈 反正一個I一個J 因為一般的那個VBA書籍 通常會用物件導向的觀念 會用set 就是set一個range 然後再用那個range的東西把它輸出來 不過我後來發現 那種方式 對各位來說的理解 好像反而比較稍微複雜 因為它等於是說 先建一個記憶體空間 先把資料先放在那個物件裡面 再把那個物件通通的搬過來 感覺好像又繞了一圈 不過也是一種方法 那主要當然目的就是 希望把來源的東西 重新格式化放在你要指定的位置上面 也是資料的搬移 那這種一般工作性需求 我想應該都很大 請各位試試看 如何把剛剛講的部分 再串成一欄 串成一欄 一個串成一欄 我再加個底線K好了 加個底線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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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